据说每当月圆之夜的时候 这里就会有狼人出目 那么作为一名自身的猎人 我决定在这个满月的夜晚 趁机把它消灭 但是狼人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生活 仅依靠我们手上的武器 是无法消灭它的 所以办法就只有一个 看到这个祭坛了吗 我们将点燃分布在地图上的八只火把 并供奉上一个骷髅头 但是点燃火把就会惊动狼人 好在我们带有一把装有银制弹丸的线弹枪 来 第一根火把 第二根火把 听到了吗 他要来了兄弟们 不得不承认我现在非常的慌啊 因为周围的环境实在是太黑了 根本不知道他会从哪个方向跑过来 叫声越来越近的啊 我来了来了 我去 没想到狼人这么大 不要怂 直接开枪 很显然现在我们是无法消灭他的 最多只能把他赶跑 赶紧的赶紧的 把火把全部点上 我现在严重怀疑这个仪式 它是不是真的有用啊 第四根火把了 他又来了啊 这次咱们找一个背对墙角的地方 这也就能确定他来的方向了 来了 一般人看到这个场景都跑了 而我不一样 我直接硬钢 气势这方面咱们不能输啊 最终和狼人一次次的周旋下 我成功点了八只火把 但是你们看基督条 这件事情绝没有这么简单 接下来我们将举行所谓能够消灭狼人的仪式 来 这边有间小房子啊 我们进入房间转过一个拐角 可以在一楼发现一个钥匙 拿着这把钥匙上二楼 就可以在这房间里面取得一个 供奉已久的骷髅头 但是一般这种游戏不出意外 肯定会出意外的 当我们线上骷髅头的时候呢 会发生什么 我去 雪月降临 完了完了完了兄弟们 难怪狼人刚才不阻止我们 这正是他想要得到的结果 我们被骗了兄弟们 看来只能拼死抵抗了 狼群来了 这么多啊 还好这狼群不禁打 一枪一个 而且我枪法又好 直接把他们打退了 那么这样就结束了嘛 No 这个时候游戏厅我们找到一间蓝色的房子 那么更加恐怖的事情就来了 我去 这环境太诡异了兄弟们 我都有点起鸡皮疙瘩 好诡异啊兄弟们 我去 这里举行过一个邪恶的仪式 哇太恐怖了兄弟们 赶紧走赶紧走 但是 谁把门给关上了 那我们就只能往这边走 这边有什么东西呢 不是 什么东西 谁在敲门 啊 我反手就是一枪 这怎么突然出现了一个狼头人身的家伙呀 墙上还写着 这是骗你的 根本没有办法阻止阻止 那么这个时候我准备回头了 注意啊 前方高人啊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了 直接被头狼给扑倒球了 然而当我们再次醒来 看到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场景 我又来了啊 我又来了啊 感谢观看